去年底,一元人币兑1.119港元,今日兑1.188港元,升值6.1%,以大借港元或美元的国内企业,有着数,人币兑聚如山的内企,亦大大得益,中石化练化2386是其中之一,一今年6月底,中练化手上存款157亿元人币,应收好企185亿元人币贷款。 合共342亿元人币,当中332亿元人币以人币持有,只有10亿元人币以美元持有,折为港元,特张23亿港元,相等于公司总市值,H股价号内支股,的百分之十五。 2.中年化每股剩现金9.18港元,相等于股价的2.7倍。 3.中年化2019年股息0.32亿元人币,按去年底汇率计为0.358港元。 今年中期息增5%,预测全年增9%,至0.35元人币,现价截为0.416港元,增幅16%,预测股息率高达12.3厘,远高于过去6年平均的4.5厘。 4.中年化上半年赚12.6亿元人币。年度化25.2亿元人币。预测P5倍,较6年平均折让6成。预测PB0.44倍,较6年平均折让5成半。 5.中年化2013年中20.5元发售H股上市。历史高价12.44元。现价潜水近7成。 6.11月30日。中年化1.059亿股逆首。占H股股数7.2%。是平日的20倍。当日收市后,JOMSCI剔出指数生效。基金配置完成。不再左头左势。中年化现价3.37元。目标价4.62元。潜在升幅37%。折合股息率由12.3厘降至9厘。 有施有化有因。施有化若成市。不止4.62元。同长家影。周大福1929今年3月以来股价弹升近一倍。 市值预1000亿元。今年预测P22倍。PB3.6倍。不便宜。 中国白银815早前在今价银价创高峰时。股价由0.76元飙上1.24元。 现已再建0.79元。公司市值紧12.9亿元。直博率大增。 去年。中国白银亏损1.16亿元人币。今年上半年。 把金销售强劲。营销18.1亿元人币。按年大增58%。顺利1.15亿元人币。 按年大增61%。若非中止收购土地至亏损0.27亿元人币。 半年业绩增幅更接近一倍。下半年。核心业务未必能维持上半年水平。 但再无中止买地损失。预测全年盈利2.1亿元人币。 远盛去年建红局面。预测P紧5.2倍。PB0.38倍。 金色股中股值最吸引。中国白银2012年以1.18元招股上市。 历史高价6.4元。现价0.79元上车。 博重建招股价。潜在升幅49%。目标价折合今年P8倍及PB不足0.6倍。 Pui.